音樂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好辣醫師團今晚又有什麼有趣話題 這位來賓又有哪些故事可以分享呢 我想醫師這個行業 在社會是非常受到大家尊重的 而且一直看到這個行業呢 都覺得是 可是呢 勝利的背後呢 有很多隱藏的不為人知的心酸 其實他們出生到現在 就一直勝利嘛 不可能嘛 藝人也是一樣 所以不要看到那些光鮮亮麗的裡面 他們過程當中到底有陷入過什麼低潮 我們也請他們今天坦白來指說 三位也是一樣 好 對 你快看整集耶 瓜哥 瓜哥你經過的大風大浪 豈能我們這種小浪小風 對啊 能夠跟你比 那這樣嗎 你的過去應該可以分成上下兩個位 但是 那你們先休息這幾位 好 喂 我們來比頻道會好好講 我看適當的有機會有輪到我 再來講我 好 再放我一下 我也不知道先講哪一段 喂 來 請舉牌 好 我們看看醫師 大概都跟念書有關係 你先來講吧 欣美 那就是其實我大概從國中開始的時候 我其實一直都覺得說 你 因為我其實會 比如說成績本來就一直都滿好 我一直都能辦大第一名 然後也是班上的班長 然後 因為我會唱歌 會畫畫 我都覺得這些東西是我的優點 聽起來就人生勝利了 對啊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我的優點我也想要讓大家看到 那個時候 小時候我的想法就是這樣 所以我真的那時候我就覺得 可以說就是很不低調 就是非常的高調 就是就覺得 該做什麼 該說什麼 我該唱歌 我就要唱給別人聽 那時候我記得是在國中的時候 我只知道我們班同學跟我 真的很要好的就是一兩個這樣 那在我們升學考完之後 我們的社會老師 他就跟我們大家說 我們大家今天都快要畢業了 我們大家就一人發一張紙 寫出你們在你們班上 最喜歡的人名 跟你們班最討厭的人名 最後再唱 我印象很深是那一天 我有九成的人 就是幾乎所有的人 都提最不喜歡的人 就是陳馨妹 那那個時候 我記得是社會老師 叫我們最 就是最受歡迎的 跟最不受歡迎的兩個人 站起來 你們老師什麼 那老師有問題吧這樣 可是我當時也沒有決心 你受創 所以我跟他問你 沒有連時間 說真的 我那時候真的沒有 我那時候沒有自行的能力 那我那時候只是覺得 好像大家不是很喜歡我 那我當時在高一的時候 我就繼續延續我這樣子的一個個性 那那時候其實最大的爆點 是那時候我們選一個叫做 台南女中的爺峰天使 其實她這種最上的選美 那在我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因為跟我們班剛好推舉我嘛 然後我就覺得好 那我們就來選 那那時候是一到三年級 每個班推派一個人 全部人去選 才藝表演的時候 我就是比我最擅長的唱歌 我記得我那時候在台上唱的時候 我就弄我原本的那種方式 我台上一片虛聲 那個時候是演講台 全部虛聲是虛到我自己聽不到 我會唱什麼歌 那我在那一刻我 我覺得我大概是第一次 我真的有嚇到 那時候高一就過去了嘛 高二我們剛好有文組跟李組的調班 那那時候所以所有的很多班級 全部都會洗牌 其實我們班的人都不會討厭我 但別班的人真的都不喜歡我 我那時候有很多人提醒我說 你們班有時候是非常非常討厭你的 你自己小心自己看著班 自己祝福你自己 那我那時候到我們班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之前有這些東西 到底為了什麼 我去表演給大家看 說我很會唱歌 我畫畫給大家看 說我很會畫畫 那可是最後我到底得到什麼 我在高二的時候我就決定 我就不要再跟 任何的一些比賽有接觸 那我那時候我就是一個人 我就記得我那時候就選座位 我們是可以選座位嘛 我就選在最後面 我想說大家都不要看到我 我就默默地這樣過我的高二跟高三生活好了 那我記得那個段考完的時候 我們班有兩個同學就來找我 那我跟他們也不熟 他就說考完試 你要不要一起去吃飯 然後那時候我跟他們吃飯的時候 他們就跟我說其實我想跟你坦白一件事 就是我在高一的時候 我聽到不少你的不好的事情 可是我跟你在相處的一個月 我發現 你不是這樣子的一個人 觀眾聽完這樣就覺得說 你到底是國中到高一高二 什麼事會讓同學這麼討厭 出風頭 出風頭 其實就是愛秀 就是愛秀 愛秀 臭屁啊 不會也就是愛秀 那我在想會不會是他讀的是女校 因為其實 是嗎 對啊 女校比較會 女校比較會 我也是這樣子 我也是女校 我們要查清楚原因 有可能 對 如果人也一直不好 他會影響我們收視率 這不應該講那麼多 對啊 但是如果現在還是大家 這麼討厭的一個人 就簡短一點 那今天就是最後一集 你後來發現 你後來發現 你後來人也 你後來人也有沒有改變 你覺得 有啦 有啦 就是真的從那件事情中 真的我的朋友 真的變得很多 我的意思是說 真的我當下 那我會講這些故事分享 原因是我會覺得 很多人都會覺得 你放掉了什麼 就是放掉 你就什麼都沒了 我那時候在大高二 我就是這個心態 我就覺得 我就放掉吧 我什麼都不要 可是其實我回來得到的友誼 那個都是很溫暖 到現在這些朋友都還是 我們已經十幾年 都還是很好的朋友 是是是 高二自己想通了 對 想通往正確的路走 而不是想通往歪的去跳 對 這是不對的 那維珍妳的故事呢 選科限制哪有 我的故事其實是跟我們醫學生 有一個叫 公費生的這個制度有關係 就是說我聯考考完以後 我就選了這個公費生 一般是成績比較高 可以選公費生 那當初也就沒有多想 就照成績排名就寫下來 結果讀書讀到差不多大二大三的時候 他就說你們公費生就出來的路線 跟當初你入醫學院的時候 都是不一樣的 可是我已經讀到大三大四了 那個時候叫我去重考 我也不可能 所以他就開始變成說 你醫學生畢業了以後 會有一些選科上的限制 那當初缺的就是人才羅智困難科 比如說像我選的婦產科 或者是病理科 把醫科 或者是一些大腸 直腸 外科 這些科你才可以選 那我本身在實習的時候 最喜歡是 這幾科的醫師是比較缺吧 缺的 就是政府它需要的 對 但是它的一切都是美意 但是它應該在 你入學的時候告訴你 而不是說你入學了以後 突然一個政令改了 那你就被 因為你入學了跟你講 你們絕對死都不會進來 不會 它現在改了 每年還是都有新的醫學 就這幾顆有公費的 對 就是這些 可是我那一 剛好是轉換的時候 因為每個人選擇不同 有的人他可能需要說公費生 他才有辦法去讀這個醫學院 那我當初選完以後 雖然我的理想第一名是眼科 可是因為公費生的限制 變成說我最後就選了婦產科 那在學習的過程 就非常辛苦 那最困難的是 我那時候有交一個男朋友 滿久了 那他那時候就說 他要被調去越南工作 那要不然我們可以結婚 那我們先去越南 因為人生地不熟嘛 我們就是先請假一個月 去越南看看 那兩個人生活試試看 才不會以後很快就離婚啊 那我想說也對 所以你們已經論及分架了 分架交往很久了 那可是去申請這個請假的時候 他就說 你請了長假你就回不來了 就不能再回來做醫生這個行業 因為他等於說你是被政府 在培訓的裡面 政府投資他嘛 對 投資他 那因為這個原因喔 那一個月我沒有去 後來就差不多一兩個月以後 他就覺得說 你雖然是做醫生 我也尊重你的工作 可是這個請假一個月 這種事情 照理來講 應該是要可以配合的 可是你沒辦法配合 後來兩三個月以後啊 超慘的 有一天我從 那時候在台大受訓 好累喔 回家坐公車 打電話給我朋友 然後我朋友就說 我在圓山那個吃喜酒 我說吃誰喜酒 他說 就是吃你那個誰誰誰啊 因為 剛好是 你打來 不然我們都不敢跟你說 妳那男朋友結婚喔 因為他要去越南工作 他想要結婚以後再去 他才有個伴跟他吃 對 他不想要說 他一個人這樣子 這就沒有辦法 電話接完你有哭嗎 我超慘的 那一個什麼哭啊 公車都一直坐 坐到底站去 你根本都不想下車 就在公車上就哭了 真的很心碎 等一下 為什麼妳講故事 心妹推給我 對啊 真的不是很難 心妹好像她是人喔 那我要請一下 我聽說我會感冒 然後我剛剛在忍那個 OK 我就太感冒了 讓人家討厭 因為大家 他的人緣多好 他這個故事沒有 別人講 哭成這樣 好羨慕喔 我以為他還為了建立人緣 我想說我可不可以融入這個劇情 但是我真的眼淚已經流下了 對 妳看哭得超慘 對啊 我那時候也是真的哭得滿慘的 妳覺得這是妳人生的失敗嗎 我覺得這是我 當初沒有 沒有理性去研究這個法律 事情從頭再來 妳選擇 如果我選擇 我就可能會不想要當醫生了 我就跟他去了 對 因為我覺得交往很久了 那個也是 就是很認真的一段感情 但是當初 因為還是有家裡的壓力 他就說我讀妳讀了那麼多書 那去越南 第一個地點又不熟 然後妳去那裡如果水土不服 然後娘家又不在旁邊 被欺負怎麼辦 又沒有錢 那就種種原因會造成說 我不敢放下一切跟著去 當下有恨他嗎 不會恨他 我就真的沒辦法 當時 當時是很 因為我想說 可能是不是有什麼狀況 真的變得太快了 對 滿嚴重 好慘喔 大學重考 這個小事吧 還好小事 其實影響我滿深的 什麼影響 就是因為我 阿公本身是醫生 然後我爸爸那邊的親戚 非常多人的小孩都是醫生 就我爸媽 也只有生我一個小孩 他就覺得想要 就是從小就培養我 想要我考上醫學系這樣子 而且我不知道好像四五十年代 那種父母啊 就覺得好像 當醫生就是一個 幸福跟快樂的 一個鑰匙 就打開那一扇門 就整個海闊天空 對 然後所以我媽從小就會 一直叮叮我說 你要好好認真讀書 一定要考上醫學系這樣子 然後我就永遠都記得 就是我第一年 就是考大學聯考的時候 然後我媽就打開那個電腦螢幕 然後看版單 然後單就是 可是他就轉頭跟我說 女兒啊 其實 雖然沒有考上醫學系 但是你其實成績還考得 還不錯了 妳那時候考上哪裡 我是考上台大獸醫 獸醫 獸醫現在應該蠻好的 對啊 獸醫很好啊 其實分數就差那麼一點點 所以他就覺得很可惜這樣子 所以看到媽媽的表情 妳又決定重考了 其實當下我會以為他會大罵我一頓 因為他其實 大概培養我十九年了 然後我就想說 對 然後 可是後來我就看到他 默默地在家裡一個角落 在那邊自己在那邊唾棄 然後又不太敢讓我看到 妳知道嗎 這麼嚴重 對 但是我就想說 還大耶 妳媽媽壓力好大喔 我媽媽對我的影片 我媽媽很想 我以前唸高中幾乎沒放 沒學起她就錯氣 沒學起 就說 又要重 又要補考 三年都補考 這個騙不了人 每一年暑假都要去補考 終於每一年都要補考 媽媽就錯氣 終於考過了 對 然後我就看到我媽媽的那個背影 然後我就想 我就自己去跟我媽說 那幫我去重考好了 對 然後重考那一年就當然很辛苦 就只有在家裡跟補習班這樣往返 然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過年嘛 農曆過年 然後就聽到鄰居啊 大家都親戚回來啊 團圓啊 吃年映飯 可是我就像平常一樣 只是巧帥地吃個晚餐 然後繼續回我房間 繼續一直哭 這麼多人在吃飯會不會討論 那個元金啊 今年才考到獸醫耶 完全都沒考起 好討厭 對啊 這樣壓力非常大 不這樣 對 然後我就自己默默又在房間 沒這樣苦讀 然後好不容易這樣一年過後 終於就順利考上醫學系 姚瑾堯大學念11年 你怎麼念呢 因為其實我剛開始是念 成大生物科技系 那生物科技系 顧名思義就是要做那個生物科技 然後基礎醫學研究 那時候就有一個憧憬 我要去美國 然後讀最好的大學 然後希望自己能夠拿諾貝爾獎 這是小時候的一個願望 這是小時候的一個願望 好偉大 真的 去吃 去吃 真的 但是就是後來也很順利 然後就是進入生物科技這個領域 可是第一步就是要進實驗室 那時候已經我記得已經三生寺的暑假 然後那時候到那個學校的實驗室裡面 開始做實驗 因為教授很賞識我 他會覺得說我很有想法 有一些就是一些觀念 很像聽起來蠻新奇的這樣子 可以試試看 進到實驗室之後呢 才發覺說 實驗室好像長得 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那我每天那時候 天還沒亮可能會去洗試管 洗波片 然後一天的開始就做了一整天 然後有時候很晚才回家這樣子 然後很認真工作一段時間 可是我發覺有一點很奇怪就是 為什麼我想要做的那個題目 然後教授都不讓我做 他會讓我做一些比較奇怪一點的 什麼北部的寄生蟲 狗身上的寄生蟲 跟南部的有什麼不一樣之類的 後來我才知道說 有時候是為了一些經費 然後你必須去做一些 爭取一些那個經費 然後才能做我們想要做的一些研究 後來我就覺得說 好像實驗室不是跟我想的一樣 可能會受限於經費之類的 因為那時候當初 教授答應我說要寫那個 幫我寫推薦函 可是後來 他覺得我好像 因為好像 然後那時候我會自己覺得說 是不是我自己不夠好 然後感覺上好像 我不太適合做研究這個部分 然後最後呢 就是我就離開了這個實驗室 那時候想說 我都在花了那麼多時間 在做學問上面 那好像其他的事情我也不太會 那我現在要找一份工作怎麼辦 然後開始在 就人生很徬徨 然後當兵的時候 就在一直想這個問題 後來我就決定說 我再去考試 所以前後加起來 就是我拿了一個學士的學位 然後再加四年 後來再加上醫學系七年 總共念了11年 你講這段 爸媽媽應該在家哭了吧 真的 他們已經哭到 人類已經哭乾了 對啊 這11年花很多錢 花非常多錢 花好多時間 然後後來我在 就是在醫學院的時候 就要去那個 辦公辦讀這樣 對 可是剛剛聽到四個故事 都跟Loser好像沒什麼 對 不是失敗主 就是比較低潮 我們真的來聽一個叫做 什麼叫失敗 什麼叫失敗 對 這都自己對 才叫失敗 你知道嗎 其實我人生到現在目前為止 我最後悔的兩件事情就是 簽了兩種 不一樣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 職棒簽讀 第二個就是 簽了離婚證書 讓我 就是 很難過 對 其實職棒簽讀 我一開始的時候就是 因為我本身喜歡棒球 棒球也是我們台灣的國球 突然有一天 有一個朋友跟我講說 你覺得今天誰會贏 我想說 我覺得應該哪一隊會贏 他說真的假的 然後就看看 他就在吸引我的 這個 你開始進去第一場 是這樣子 對 沒有其實就是在 比如說在看電視轉播 然後旁邊就會有人說 你覺得哪一隊會贏什麼 我今天下哪一隊 然後大家就 就看球 那其實他就會告訴你 多少下一點 看球比較緊張比較刺激 確實 確實有 但是 我那時候就是一千塊 一場一千塊 開始慢慢賭 我每個禮拜 我都贏錢 每個禮拜都贏三四千 三四千 那時候就 一個貪戀就出現了 我想說 我每個禮拜贏三四千塊 如果我從一千塊 變一萬塊的話 三四萬 那我是每個禮拜就有三四萬 真好 如果變四萬就三四十萬 對 開始 就開始因為貪戀出現 我開始 就是 越下越大 然後越下越大的時候 輸的時候你會覺得不甘願 就會想要 加倍的拗回來 對 然後所以就越玩越大 然後開始有一些 這個 算主頭朋友吧 知道我有在玩 然後他也就會給我一個 所謂的球板 嗯 然後那個額度都是相當的高 那一開始也是慢慢玩 然後就是 就像我講的 叫輸拐大 然後開始越壓越大 然後而且我有好幾塊板 那個 重點是在哪裡 各位聽清楚 他重點不是當天結帳 如果當天結帳會痛 對 他常常是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一個禮拜結算一次 對 所以他 是 所以他當你第一天第二天贏 你第三第四天想贏更多 對 所以你當第一天第二天數 你後面想拗嘛 對 所以永遠其實就是 只有一個就越下越大 對 對 到後面 其實已經輸到自己的存款也都沒了 然後 然後就開始去外面借錢 因為我會覺得說 我曾經也有贏過 一個禮拜戶頭多好幾百萬 那也有吐出去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身上沒錢了 我知道去跟朋友借錢 因為 一個禮拜結算一次 那我可能 這個禮拜我不夠錢給主頭 主頭可能就會把我的這個板子 關閉 但是如果關閉的話 我就沒有拗的機會 沒地方翻本了 對 我就沒有地方 可以再拗回來 所以我就是想辦法去外面借錢 借來給主頭 然後 跟他在拚 下禮拜看可不可以贏回來 然後還朋友 所以就這樣子 惡性的循環 越借越多 越賭越大 越欠越多這樣 那時候最高欠到 大概兩三千萬 前妻知道我有在玩 因為他就想說 奇怪怎麼那麼愛棒球 他也知道說 我們有在做這個 賭的行為 但他不知道我賭那麼大 到有一天他跟我講說 你這個玩多大 然後外面是不是有欠加錢 欠多少 然後我就老實告訴他 他聽到他是 就 嚇到 就嚇到啦 怎麼外面欠那麼多 那該怎麼辦 那 有小孩了 那你要讓小孩 就是跟著我這樣過這種 負債人生嗎 還是什麼 那 對 所以我們就 也滿和平的 就是說 那為了我還是小孩的問題 我們就先離婚 不要把有一些債務什麼 留給小朋友還是什麼 所以你們不是真正的不好離婚 而是要為了小孩子規劃 其實 其實也是 當然 你這種爭執誰都會不爽 對 而且我覺得 我覺得他 他也會覺得說 他活在一個謊言 當中 那我也覺得說 我真的不怪 我也沒有辦法怪人家 因為 他到後面才 才知道說 我欠那麼多什麼什麼 他會覺得說 他要保護他 和小孩 我覺得 對 這樣你重新站起來之後 可能 又恢復這段婚姻嗎 我希望 但我會努力 就是談到去離婚 然後我還開車載著他去 那個 婦政事務所辦離婚 然後離婚簽字 一簽完之後 我就真的當下就覺得說 哇 這個新聞報導出來之後 其實 我 我 應該算鬆了一口氣吧 我 心裡 心裡其實有稍微 放下一顆大石頭 對不對 反而 應該是算鬆了一口氣 對 我可以 很誠實的去面對大家說 要不然你隱隱藏藏 要不知道什麼時候 對 他們坐在這邊 坎坎而談就表示他已經過關 對 過關 這樣就是你人生 不要只光看壞的 其實你人生一定會 某些程度的成長 對 而且現在看你工作的態度 對金錢的認知 都跟以前就不一樣了 對 我覺得更珍惜 更珍惜沒有工作 一分為一毛 你賺的都很切實 而且你也有個目標 就是希望把錢還完 把老婆贏回家 那是有個目標跟你想的 我覺得一直往前走 大家都會給你鼓勵 我們先來給他一點鼓勵 謝謝 好 就是人生總是要摔倒 這個才叫Loser 你知道嗎 那自己闖的禍 自己要 我們也闖很多禍 要自己解決 對 難道還要我們長輩 來幫我們擦屁股 是 自家 大家都覺得醫生 就是人生勝利主 醫生大概就賺很多錢 其實 我在轉換過程的中間 其實有一段時間也是 要需要靠借錢跟戶在過日子 而且很奇怪 不可思議 怎麼說呢 當初在台北 我是台北人 當初在台北考完外科專科醫師以後 然後就想說要闖一番天下 趁年限的時候就賺一點錢 所以我就到外縣市去私人醫院 就想說靠自己努力 把中路衝高一點 以後老的好生活 那在當初在外縣市的時候 事實上因為醫院隊友很好 可能房租 就是宿舍房租很低 然後外縣市的消費也很低 吃得很低 所以每個月存下來錢還可以 外縣市有補貼嗎 算是 不像大都市的醫院 對 他的薪水在約會比較好 希望大都市出去 當時醫院給我的錢的話 大概那時候算一算 其實比台北的組織醫師好一些 但其實並沒有說 大家想像得這麼好 那時候是19萬 那為什麼講這數字 就是因為當時我爸媽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 我當醫生算收入還不錯 比我妹什麼好 我應該要負責照顧 而且我家裡的長子 所以像我媽她就會希望說 那我可以每個月給她 兩萬塊的生活費 然後另外我們家就是 有老舊房子要整修部分 然後後來整修本來說 150萬都會變200萬 最後變250萬 那所以算一算 她是說希望說 我每個月能夠自長拿個 十萬塊出來 就是說付這個維修的部分 那我自己因為 就是還沒娶老婆 然後全部都外食 所以每個月吃飯 其實大概兩萬塊可能要 所以兩萬塊吃飯 兩萬塊給媽媽 然後十萬塊的一個整修 十九萬塊到十四萬 大概剩五萬塊 就是一般人會覺得說還可以 當時我也覺得 就生活還滿好的 那可是因為 我在當時在外縣市 為什麼我後來回來 因為爸媽其實年紀大 我想要回來照顧爸媽 然後當時有遇到台北的一個主任 他就跟我說 你可以回來 台北收入雖然沒有很好 但是我想努力一點 20萬大概還可以 我想想其實OK 那我當然回來進銷道 結果一回來 反正不是這樣子 你已經回來了 你已經辭掉工作 你已經甚至把那個職業登記 從外縣市轉回來台北的時候 你才發現 第一個月進來的收入是四萬五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會這樣子 不是二十萬 那至少也要打個八折什麼 那翻第二個月還是四萬五 然後我就問他們說 原來他們說因為 他們醫院的制度關係 他必須要先扣半年的錢下來 等於我要領四萬五領半年 那你們家 你們家馬上就發生問題了 有十二萬要拿回家對不對 對啊我剛剛講的 十萬的一個維修 那個修東西那個是 你師父不肯修好一半就叫他回家 然後爸媽你也不好意思開口說 我現在比較難過 所以我兩萬塊沒辦法給你 開不出這個口 因為回台北是你的孝心 你想要這樣子去努力 開不出這個口 可是事實上 大家都知道台北其實房子貴 如果你房租水電車位什麼 算一算 其實兩三萬塊大概要 那我又是全外食 所以一個月還是 兩萬塊還是要吃這樣子 所以其實 其實四萬五的薪水 房租三萬塊 吃兩萬塊給爸媽兩萬塊 就七萬 再加上那個維修十萬塊 至少十七萬 那你怎麼辦 我很忙 我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我一開始想說 那或許是前半年比較辛苦 那努力一點 可能病人多了以後 這個情況會改變 那可是遇到 後來台北的醫院的一個前輩 他說他在這個醫院 已經待了十年了 那他的十年後的現在 跟十年前剛入行的 入這個醫院的薪水 其實差不多 因為我想這是整個環境 大環境的制度的關係 那然後我一聽到 馬上就是shock 我曾經以為說 我只要努力 我只要時間 我能夠累積病人 累積我的收入 結果發現說 十年可能跟十年後 的一個前輩這樣告訴我 他說他下個月要去 台中的某個私人醫院 就人家高興挖角他 我突然不知道說 我回台北我這件事情 我換跑道這件事情 我到底是做得對還是錯 我不知道 那後來就是 到撐不住的時候 最後跟家裡講 沒辦法 因為這真的要坦白 這樣子生活不行 那因為大家知道 就是現在的健保 你如果真的做不下去 你只能想辦法 就是往事費市場 就是醫美市場 可是我連去學醫美東西 我後來醫美 大概現在大概可能 加一加大概花了 四五十萬的學費 就是學手術 學微整形 學什麼 這些錢也是跟家裡借 所以你後來又改考證照嗎 對 就是我就換跑道就 就是去 這個也是要考的 不是你當別的醫師 就可以轉要轉 你要學 你需要得到一些認證 然後還需要自己 花錢去國外去學手術 因為台灣能夠學手術的管道不多 這樣聽起來不是loser 是一個比較很勤奮的例子 可是是loser 因為後來換跑道以後 只有這件新聞說 台北市腰斬一半的醫美工作 對 所以 所以 所以你是最近才拿 這一兩年 大概這兩年 倒一半還是有機會 加油 寒冬當中還是有景氣的 對 對 你要加油了 謝謝大哥 全宴快來了 這個 沒錯 各位請 好 看起來有點嚴重 對 但應該這麼講 其實我覺得真的要跟大家講 就是能夠說得出來的委屈 其實已經不是委屈了 能夠說出來的困難 其實已經不是困難了 所以再怎麼樣的失敗 其實我們可以坐在這裡 看看而談 那我是38歲 碰到我老公結婚 那我是41歲 自然懷孕 然後42歲 生我們家寶寶 那因為我從懷孕的過程到生產的過程 到現在他三歲多 其實我就一直很希望能夠 家裡還有另外一個小小的小生命的伴 是為了他 不是說為了我自己養兒方 其實兩年前 我以為懷了第二胎 結果後來一直照不到那個胚胎在哪裡 後來發生子宮外孕 那子宮外孕 大家都知道有可能就是必須要把其中的疏軟管 他提早在疏軟管桌床了 那就是要不就吃藥 就是可能所謂的化療 然後要不就是可能就要把疏軟管拿掉這樣 那因為那時候其實已經大概差不多八週了 那所以其實那時候我就 就只好聽醫生的建議 就是先把疏軟管拿掉 那去年的時候其實我一整年都是在做人工 在做事館 然後就是自己在肚子上打針 今年六月的時候 其實我本來也有一個 也是懷孕七八週 那已經有心跳了 那時候其實真的再多等個兩週 其實也許我就可以拿到媽媽手冊了 那後來可能真的就 自己胚胎可能不夠健全 後來就心跳就停了 那這個是六月底第二次的流產的事情 那就在六月底到七月的時候 我在我的粉絲的臉書的訊息 就私訊的部分 就突然有一個男生就問你說 你跟你老公感情是不好 你覺得你老公正直嗎 正直 對 那我心裡就第一個是很生氣 就覺得我不認識你 然後你要不要把話說清楚講明白 後來我就問他 我就說我不認識你 你可以把話再說清楚一點點嗎 不要話中帶話 我真的不懂你的意思 那我後來就把這個對話 就傳給我老公看 老公當下LINE就跟我講說 對不起 他說這是某某某的男朋友 那個某某某就是他的員工 我老公的下屬 他就說因為可能在去年的 某一個時間點 他跟這個女生的下屬 可能有一些比較 曖昧的情愫發生 但是他說他已經解決完了 應該覺得沒事 我說那為什麼會到今年 這個男生又突然 丟這個訊息給我 然後他才講說是因為那個女生 可能就在工作上會 你知道有些小女生 就可能會看 事業有成 有一個漂亮老婆 有一個可愛的小孩 然後就可能有一些事情 可以教他 他會對這樣子的男生 有一些崇拜 對 因為這種崇拜在我的身上 可能他找不到 因為 妳很少讚美妳老公 對 尤其是有小孩之後 尤其是有小朋友之後 重心在小朋友身上 重心我們都放在 教育小孩的身上了 那 後來才因為是這樣 那他就說 我說那怎麼會到現在 怎麼突然這個男生又 已經 如果已經是沒什麼的事情 是去年的事情 你就講他已經解決了 然後他說是因為這女生 有一些工作上的需求 可能需要我老公給他一些幫助 所以他們兩個的對話 可能又被這個 很容易吃醋的男朋友發現了 那在這個同時呢 很妙的是 那個女生 也突然跑來跟我道歉了 那那時候我覺得 好 既然你們都要來跟我道歉 甚至那女生說 她親自要來跟我道歉 我說好 我就不好意思 裡面大概只有你簽過 離婚協議書 好 沒關係 對 但我也簽過 有什麼事要我們協助的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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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 後來我自己就真的把所有的條件 全部包含她要撫養孩子到幾歲 然後所有的孩子是歸我 然後探視權什麼之類的 就把她清清楚楚的所有的部分 全部寫在離婚協議書上 那離婚協議書要兩個證人對不對 那個女生說要來跟我道歉 我說好 那你下來簽個東西 我就把她叫到車上 我就把她當證人 我叫她當證人 因為所有的事情你最清楚吧 那她也簽了 她有簽喔 從頭到尾這件事情 其實我都沒哭 我從頭到尾沒有掉一滴眼淚 因為我覺得 我要目前最重要的迫切 要照顧的是我的孩子 那我跟我老公講說 證人反正兩個 一個是我們共同的朋友 一個就是這女生 然後再來就是我換你簽了 那我說你簽 我可以同意你 我最後決定要不要簽 我給你機會 還有一次機會 你還有一次機會 也就是說不要再有下一次 我把這份就鎖起來了 我就從來就絕口不再提了 那是因為前一陣子去上了端歌 李氏端端歌的節目 然後媒體才講出來這樣子 我們是那件事情過後 第一次把心裡彼此的感受講出來 對 那所以我就說 大家認為玉琴好委屈喔 然後你的故事 你的情路怎麼樣 其實我就說 可以講得出口的委屈 其實都已經不是委屈了 奇怪你談這個 你先生看了不會生氣嗎 因為你先生已經 他已經對 他已經有講 所以我說真的要給他一個掌聲 而且他現在就是很乖 就是你叫他做家事 就不會再拖拖拉拉了 他會不會是想要問說 你到底放在哪裡 先趕快把他這個放 收起來 這招倒是還蠻厲害的 佳玟呢 因為我15歲就進這個行業 我覺得這是我20年來 一個很大的轉類點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我自己的問題 因為我以前其實不照顧身體的 反正我就是隨便吃 隨便睡 然後我們女孩嘛 就減肥藥隨便吃 反正就亂七八糟 那我那時候的狀況是因為 在我的腎臟有了直性腎語言 非得看醫生不可 然後我看了醫生 醫生才跟我說 哇 你再晚來兩個禮拜 你就每天都要來找我 我想我跟他不熟 對 他說你要來洗腎 所以那個是我第一次的震驚 可是我跟你說我覺得 我在那個時候發現 我自己有一個很怪的地方 就是可能我們 帶給大家快樂習慣 所以在那個你應該要 覺得很可怕的當下 我居然是 然後醫生也覺得 你怎麼這麼奇怪 你不是應該要覺得很可怕嗎 那我就吃了裂固醇 因為為了讓身臟消腫 但我不知道 是不是我對裂固醇 可能有一點不舒服 還是怎麼樣 反正我有一次在工作的時候 在現場 就是幾乎是要昏絕了 我就掛了急診 然後急診科醫生說 沒事耶 真的沒事 所以我就 他就邀請我說 不然你做個健康檢查吧 這樣 那我隔天做完健康檢查 當天拿到報告的時候 我印象很深刻 那醫生看著我 也是用一個 一派輕鬆的態度跟我說 他就是直接了當跟我說 他說如果你短期不工作 不會餓死的話 你就休息 好好吃飯 好好睡覺 調整你的情緒 我覺得 什麼病要這樣啊 為什麼沒有開藥 也不打針 這樣好奇怪 他就說 你是癌症初期 什麼癌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如果再晚個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因為我那時候腎臟有狀況 我應該就是腎癌 因為癌症初期的意思就是 你的癌細胞太高 你的免疫力太低啦 就是你身體沒有 有可能每個地方都有個腎子 對 防衛機制 那當然就是攻擊你 比較弱的地方 可能剛好那時候 我是腎臟比較弱 所以 我就是很無預警的狀態之下 我就休息了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我自己住在東區 我的家裡有一個露天的陽台 我很喜歡在那裡 我其實不太記得 我怎麼離開醫院的 反正我就一直覺得 好像飄飄飄飄飄的 然後回到家我就坐在陽台 然後我看著樓下公園 大家在玩 以前人家常常會說 人在要離開的時候 你眼前都會有 好像電影回顧一樣這樣 那雖然我其實也沒有 真的很多歲 可是你真的就會感覺 一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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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當下有一個很妙的感覺 就是 好像突然很明白 你人生什麼是很重要的 什麼是不重要的 很清楚了 很清楚很奇怪 因為我15歲入行 其實就是一個孩子 我覺得孩子跟孩子之間工作 就很容易有 比如說有比較有競爭 覺得為什麼人家這麼漂亮 我們怎麼樣 然後人家家裡那麼有錢 我們怎麼會有很多的比較 然後好像有很多的怨對 就覺得說為什麼 我們就不如人 我們就沒有 就是會有很多的情緒在那裡 可是在那個當下 你突然會有一種覺得 這些都不重要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 我休息的第一個禮拜 每天超快樂 我覺得太好了 每天可以說要自然寫 太快樂了 沒有工作的壓力 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我每天看著節目 只要打開電視我就哭 因為這畢竟是一個 我工作很久的地方 妳喜歡的行業 然後我覺得就是每天 跟大家這樣嘻嘻哈 那麼多年 你突然看著這個人 你覺得你兩個禮拜前 才跟他工作 但是你不知道你 還有沒有機會再見到這個人 可是我覺得在 因為我足足休息了兩年 然後又復健了兩年 一直到今年 我覺得給我最大的一個回饋就是 以前對很多事情我們總是覺得不滿 但是我現在其實每天工作的時候 都會覺得 哇好棒喔 就是我今天好好的活著 然後我今天有這個工作 然後我今天來 有見到你 然後你就會覺得 人生是在倒數的 今天你多見到一個人一次 少見一次 以後就是 就是少見一次 然後很多東西就會變得很珍惜 就是你會看到 其實是身邊很多人在愛你 然後大家在付出 然後我也是在這個時候 認識我先生 所以他認識我的時候是我人生 目前為止最低潮跟最醜的時候 然後我那時候超驚慌的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我從小大家就做這個工作 那萬一我還不 萬一我不能做這個工作 我能怎麼辦 他總是會有一個很悠悠的方式 跟我說 你都不知道你活不活得久了 還管這個工作 就是我覺得他是很 要你活在當下 很自在的 對 然後後來當我 身體好了 我還是會有點覺得 好像會放不下一些什麼 然後他就會說 沒問題的 他覺得人生就是這樣 就老天都會自有安排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 生命中的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如果像我身邊現在 如果有一些很低潮的朋友 我就會說 我覺得 就是你要不要去找到那個禮物 對 當然身體漸漸剛剛是最好的 但是還是要相信 就是你有碰到災難 碰到身體不好 你不要怨天尤人 真的 你要想要朝正面 這是老天人給我的考驗 對 我發生弄這麼多事情 還不能碰到我 我很多的事情 其實我都很朝正面 對 我都會感謝對面曾經 弄過我們的 對 每天都是要過就是活在當下 對 對 來 我們請 這個看得更多 真的 一正式 來 請 主任 我的故事跟我的行業 應該蠻緊密結合的 我想我會當醫生 我過世的爸爸 應該是最關鍵的因素 因為我高中 高一的時候 就爸爸被診斷 淋巴癌 那是三十年前的事情 其實那個三十年前的癌症 大概都覺得 其實對我當時 一個小朋友來講 真的是像世界末日 對 睡覺睡一睡 做噩夢 大概就是夢到 爸爸哪一天走了 那當時有一個堂哥是醫師 那加上爸爸自己也生病了 所以我們當時高中 在田志願的時候 其實他間接直接的 當然是希望 看能不能考試上醫學系 可是我當然我自己 自己對自己還蠻了解的 我的念書的專長 是比較像文科那一方面的 可是當時覺得爸爸好像 這個是真的是他的遺願 我就努力看看 因為畢竟不是自己的專長 第一年只有調車為考上 那當時就面臨抉擇 爸爸的狀況也的確 持續在變差 那後來就覺得 如果不努力的話 他要活著的時候 應該是看不到他的願望 接下來 當時這個 這個鬥志跟這個刺激 應該是有把我挑起來 所以當時我們在重考的時候 我每天大概七點會到補習班 我離開補習班的時候晚上十一點 那也很認真 我的那個補習班的筆記 是可以讓老師拿去印 因為他可以炫耀說 你看我教得多好 連我的學生都把我的筆記抄這麼好 那我大概 我是我們補習班叫做什麼 最佳進步獎 進步最多 可是考上醫學系之後 大概可以讓大家高興的時間不到一年 大概我在大一的期末考的時候 的第一天 當時因為責任了幾個晚上 事實上也不可能好好念書 那家裡的長輩就說 那你還是去考試 你留著也不能做什麼事 那時候也 大一的醫學系學生 什麼都什麼事都做不了 結果到學校 準備坐下來寫那個考卷的時候 其實就接到通知說爸爸走了 那個考試是怎麼完成的也搞不清楚 最後就是爸爸的最後一面也沒看到 考試也被當了 就當然是覺得 那到底人生這條路到底是 好像陷入一個迷思 不過這樣曲曲折折也過了 20年當醫生的日子 那我也應該因為做急診室的醫師 也救了不少人 那覺得人生這一條路 雖然一開始好像不是自己真正想選擇的 不過我覺得我還是熱在其中 那母親 媽媽剛好相反 媽媽是我已經當醫生 當了一二十年之後 已經算滿有經驗的也還滿有自信的 其實她糖尿病很久 她從三十幾歲到七十幾歲 大概三四十年的糖尿病 大家都知道那個血管越來越狹窄 越來越遠 其實她一開始就是腳趾頭一個小傷口 那我就每天幫她換藥 越換她就越痛 越換傷口越大 我記得那整個換藥過程大概有半年 那這中間我想 因為畢竟我們在比較專業 在醫院都是處理這個 可是當你處理到媽媽這樣 看她在骨頭下面還有患濃 然後每天她這樣痛 那這中間當然會反覆會勸她 你要不要考慮皆知 那我想老人家總是很難去接受這個 很難 終於到了半年後 不把她切掉不行了 因為已經半血症症狀得出來 那這時候媽媽就會 等她開完刀她就很萬壇 她說 這痛苦還持續這麼久 還半年了 亏你還當醫生 兒子還當醫師 結果把我腳弄成這樣子 有點這種抱怨 對 甚至我們本來 希望那三個好 要幫她做個醫治 讓她可以再恢復走路 其實她也沒有信心 她覺得她快八十歲了 怎麼可能八十歲還可以學走路 她不太相信 其實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非常感謝這個醫治公司 這個是連我都沒想到的事 她當時派了三個員工 結果這三個年輕人 做了一個非常驚喜的事情 他們把她庫管拉起來 這三個全部都是節肢的病人 因為她當都是年輕的 他們可能都是工作不小心的 或車禍的 所以給媽媽來看 增加媽媽的信心 她說連我們都可以 經歷過這一段 還可以來幫你服務 老太太你有什麼會走不過去的 她現在八十歲了 她現在也可以 因為醫治的關係 也可以走得不錯 雖然有遺憾 可是其實已經走過那一關了 所以你看這個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故事 但是經過那件事情 我們對人生 會有另外一個看法 更豁達 而不是想盡辦法 就有一種報復心或仇恨心 那個會讓你走上歪路 你要用正面的思考 正面思考力量就會很大 今天謝謝大家 分享你們的故事 我本來要講一個鐘頭 但是我自己 真的 好 但是我們永遠要學習堅強 謝謝 謝謝 生活中常常不小心 會造成一些小傷口 像胖傷 結殘 或是一些茶傷等等 那這些不平整的傷口 常常會造成結疤 造成後遺症 那我們要特別提醒 在我們在消毒傷口的時候 會用上優點 最好用生理食言水 再把它清乾淨 那如果塗藥膏 也不要塗太厚 因為這些優點或是藥膏 塗上這皮膚 還是有點刺激性 那下一次換藥的時候 因為乾燥的關係 會有沾黏 甚至硬硬地巴不下來 這時候不要急 用生理食言水 把它潤濕 再慢慢移除就可以了 那我們還是要特別講 照顧好自己的健康 才能成為人生的勝利主